真以为AG被TSG血脉压制吗 北升一席话戳中要害 我感觉KSG只干了一件事 就是这个赛季他只研究了AG 他了解AG的所有部署 他了解AG所有的行为习惯 但真别唱衰太早高呼唤人 AG与KSG一战想必大家看的都非常难受 六连胜的AG再次被TSG击败 KSG似乎已成为AG的梦魇血脉压制 这场比赛AG除了BP 对内对局相比之前也像换的队伍一样 首局鲁大黄中阵容列于KSG的杨玉环 加朵莉亚阵容 非常被动很难打出优势 AG只掉两人就差了2000经济 并掉中二塔 同时AG的状态也大不如从前 后期KSG温水煮青蛙 经济拉开巨大 最后轻松平推 AG Cat顶着压力开始分锅 选手没啥掉点和决策问题 只能将锅推给奶茶BP 我觉得这把第一把阵容太难完了 甩一下 茶教应该不会骂我吧 没事 都哥们 都哥们对吧 我都不是这 我都说了 没办法了 茶教 如果你要有什么 去那个的话 我只能给你赔个不是了 下次请你吃饭 在练阵容 在练阵容 我们第三轮也在场 直接甩 确实这个不好打 咱理性分析 而第二局 AG大帅打出脾气 两波团战桑启都拍到 KSG要害 加速滚经济的速度 队友也开始稳住局势 才将比分扳回一局 可紧接着 奶茶居然放给 KSG版本强势的真机奥饮 后期一诺哥亚 又顶不住哪吒的冲击 输掉比赛进入赛点局 但第四局 KSG阵容依旧扎实 不缺输出 反观 AG几乎只有张飞有控制 并且也没有打出想要的画面 到了后期劣势时 没有能站出来翻盘的点 最终 AG1比3 再次输给 KSG止步 大场六连胜 北深一席话说中 AG输比赛要害 KSG将 AG老版本研究透了 每一个点的提前量 都做得很好 让AG似乎有历史不出 他了解 AG的转动时间 他了解 AG卡视野的点 你知道 尤其是第三局 和第四局 KSG每一个点 他都在做 对AG的提前量 当AG被对方 完全的把控了之后 对吧 你说他连结做得再好 团战再强 团队配合再好 但是 巧妇难为 五米直吹 他给不出来 而且KSG自己 整体抱得也非常紧凑 也不给AG机会 总体来说 这场比赛 KSG打AG赢得很漂亮 并且新版本理解 又很到位 状态和操作 都胜过AG赢得理所当然 反观 AG这场比赛 几乎没有拿出 新版本的东西 但拿曹操没打出效果 一直很强的中野斧 全部迷离 配合状态都比较离 以及奶茶 BP都败了下风 而且频频放出 超标英雄真机草草和各种强势阵容给到对面 输比赛也在情理之中 但大家真别唱衰太早 高呼唤人 AG输比赛不是坏事 赢得太多结果 就是今天的下场 最强队伍都会被天天研究 说AG不会新版本的真没长脑子 之前三版本更替 也没见AG拉胯 一次正常改版本就能让陨落 结论下的 是不是草率了 大家都在玩新版本 AG一次不拿 他们不知道赎强赎弱吗 就算AG不拿也不能代表 AG不会 只是未到上场时 人无远虑必有近优 喷AG还为时尚早 对此 小伙伴们觉得 AG真不懂版本吗 你们觉得 AG下一场是否会轮换选手